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选择奥拉猪王的有26% 选择奥尼尔的有29% 选择邓肯的有33% 选择科比的只有12% 小编板正是不会选择一名后卫 不包括乔达当机时的 即使他是科比 选择奥拉猪王的球迷 小编恭喜你 至少有两个总冠军 奥拉猪王是80年代和90年代火箭的定海人真 为火箭立下了赫赫战功 奥拉猪王职业生涯场均麻烦21.8分11.1来把2.7 助攻1.7抢断3.1封干 攻防两端都是律师顶级级别 在94年总决赛和95年总决赛舞台上 奥拉猪王分别祭拜了尤英和奥尼尔两位超级中锋夺冠 成为乔丹退役那两年的联盟第一人 选择奥尼尔 那你的球队可以拿到四个总冠军 奥尼尔是NBA历史上统治力最强的球员 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强的中锋 奥尼尔职业生涯场均能够拿到23.7分 10.9来把2.5助攻 2.7封干 投篮命中率58.2% 奥尼尔是一辆会飞的坦克车 能跑能跳 爆发力惊人 职业生涯还拿到过两次得分吗 奥尼尔巅峰期的那些年 衡量一个优秀内线的标准 就是能用六次凡归堂 诸尔尼尔20分钟 选择科比能拥有五个总冠军 而且凭借科比的影响力 能让球队成为最受人关注的球队 科比职业生涯场均25分 总得分33000多分 排名历史第三位 科比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他的得分爆炸力 巅峰时期的科比没有人敢激怒他 因为知道激怒他 一旦他想结果比赛 没有人能挡住 科比一系列得分纪录小编不再罗列 就说他单约40加得分 是张伯伦之后的唯一一次 就足引证明科比的伟大 在奥尼尔离开以后 科比经历了里面的球队低估 但是在加索尔加盲之后 科比拿到了两连冠 事实证明只要给科比一个全明星 他就能带队夺冠 邓肯就是基石的代名词 自从加盲马刺后 马刺再也没离开过季后赛 而且仅有三次止步首轮 无次获得总冠军 邓肯就是马刺的定海神针 攻防两端稳如老狗 与巅峰七奥尼尔在内献固榜 与巅峰加内特杀的难解难分 如果看过早期邓肯的比赛 一定会被他普世乌滑 但是一场比赛一百分之六十的投篮命中率 看下二十五加十所折服 邓肯是最低调 最忠诚的球星 局印生涯没离开过马刺 也从来没有教育的绯闻 劝他当球队基石 不会跑也不会呢 每天老老实实 给你输出二十加十 不讲薪水高低 还不受伤 还能稳定用二十年 这样子的基石请给我来一打 这些人下来两个人我觉得我这婚近的主婿 石井超纠尔人 dread城市也 Authentic 旨化 炼